这是画图的部分 怎么样子在Windows Phone里面画图 那我们要做的一个专案是小画板 但是在做小画板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怎么样画线 还有画一些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子画基本的线 还有方块之类的 现在我新增一个Phone 这是一个表单 那当然我执行的话什么都没有 OK 那于是呢 我想说我必须在这个Phone里面加点东西 那可以在Phone Load里面去加 那在Phone Load里面加 你要新增画板 通常必须要取得一个叫做Grayface的这种物件 那这个Grayface的物件要从哪里取得呢 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在我们的视窗程式这边呢 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画板 那整个程式范例都在里面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告诉各位的是 你只要在Phone的里面 这边叫Create Graphics这个函数 它会帮你建立一个画板的物件 那有了这个画板物件之后 你才可以进行绘图的工作 所以那你还要先建立一支画笔 那不管你是画线啊画矩形啊之类的 你都必须要透过这支画笔才有办法去进行绘制 OK 所以我们要先做这两件事情 先建立 先把这个扣过来 OK 好 这个呢 我们是放在类别里面 那这个是作为类别的物件变数 那接下来呢 我把这两个扣过来 就是建立了物件之后 然后开始设定画笔 那我可以写在这里 PhoneROAD也可以写在这里 那我的习惯是以这两个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写在Phone的建构函数比较好 因为还不用载入它就可以画了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画了 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G.Drawline 所以我们是呼叫那个画板.Drawline 然后用画笔 然后起始点和结束点 我们看一下 G.Drawline OK 打上去之后 它需要一个笔 那我们就把这个笔传给它 那现在这支笔呢 是黑色的 宽度是三点 你可以修改它的宽度啊 修改它的颜色啊 属性 那从第一点开始 画到第二点 它其实你可以这样子 new pointer int 那我从零零好了 开始画 画到100 100 OK 这样子应该会画一条斜线 我们来试试看 哦 没有画出来 是因为我的范围吗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OK 哇 G.Drawline G.Drawline OK 看起来应该是 还好 那 没有画出来 是因为我的范围吗 再试试看 哦 我如果画出来 如果在phone.road 这边试试看 如果不要用零了 哦 都没有画出来 应该没有看到 好 那我们 我先找一下 为什么 待会再跟各位说好了 好 休息一下